三个色 JTE54价钱纸是69 69这个款是买的是赚到的 为什么呢? 它前面的emoral是非常好看的 它前面这些刺绣啊很特别 整件这边衣领这边刺绣 刺绣这边刺绣 刺绣这边是这样子有rubber elastic的 我身上的是白啊 这个是carlo color 焦糖色 再来就是这个深蓝色 三个色 白色很好看啊 白色穿起来非常的斯文 白色整体大家感觉非常的斯文 你称西装裤非常好看 待会我一个颜色我会搭西装裤 助理现在是搭了西装裤 我是搭了牛仔 如果你兴趣我上班smart 这样子穿是非常好看 它的衣领就是前面所有的扭扣 是可以开到这边是可以开的 属于一个manving collar这样子的款式 如果你问我白色会透吗? 基本上它的面料是有厚度 可是一样啦 穿这样子浅色性 里面内在美 它会裸色性就好了 面料是微弹 一点点的弹力 卡码必须拿大不要拿 不可以拿小E 它是微弹 加上前面扭扣 OK 然后这款式主播是穿S 跟助理的尺码M可以没有问题 为什么说白色很好 可是因为它整件的白啊 它属于几乎是接近Pure Y 然后它的刺绣是蓝色 白跟蓝色很特色 对啦白跟蓝色非常大 如果这款式你叫我推荐的话 白色我来讲是必须带着 可能说我很喜欢这个款式 我要选两个色 白色是必须带着 蓝跟Cairwood可能有二选一 二选一 OK 跟助理的尺码下单 这一件是穿M3 上衣的长度是够长 给你蒙大一 然后把上衣拉出来 69而已啊 很值得 因为这一种 如果你们有去泰国的话 它们有一种店 它们是装卖这样子的白色 上衣对啦 都是仓位数的哈 OK 现在价钱69就可以带走了 OK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 款式方面是纯新的 之前是完全没有过哈 OK 它上衣啊 腰间这边 一样是有dip in 有曲线了的 OK 它一样是有曲线的 就算你不搭衣的话 一样是可以 可是我建议你穿这样子的 搭衣会整体穿起来 会比较美 比较好看 就对了 它很特别 就是在它四袖的那一个部分 然后我去换成西装裤的版本 给你们看啦 OK 一定你的是白色 S流冷 然后猪白色 L流冷 来你们先看啦 这款是过我的尺码 OK 就是我的赛咖好啊 呃 上衣如果是94 还是有一点空间给你 穿上是不会勒 不会暴扭 不会压缩 OK 超过94的话 必须拿大 不可以拿小 毕竟这个的 F跟L就相差一个4cm OK 过我的尺码 M是可以 没有问题 那么写中的颜色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男子 我是淡老星期二的 那个西装裤 OK 西装裤 然后上班肯定是没有问题 那么休闲的话 我建议你们不带 因为穿小短裤 OK Pay for this 休闲 还是旅行穿 可以啦 尤其是白色 对 所以说白色是必须带走 必须带走 还是 呃 它会有一种是说 你会觉得非常难取死 白色是非常难取死 它很干净 很干净的来 加到很蓝色的 它看起来是非常斯文 因为它的白是很白的白 然后这样子Embordory 它是立体的 这个Embordory 它这样子用蓝色 所以整体 配搭起来是非常特殊的 就对了 你看 秤西装裤 一样是秤搭得到 可是如果这件上衣 我强烈推荐你 秤蓝色 或者是秤白色的裤子 西装裤 你秤白色的裤子 会非常特殊 我觉得这样子秤黑色 就带到了 它那个白色的那个特点 OK 所以之前买了白色的 西装裤 上马船是可以 来我去换这个焦糖色 给你们看先的 OK 还是先大牛仔 非常好看 不要错过 如果你要推荐 白色是必须带走 不难选 颜色方面它就有三个 一个是必须带走的 就是白色 然后显瘦蓝色 上面要比较复古的颜色 可以考虑带走那个焦糖色 OK 它焦糖色整体就是说 带出来的感觉会比较复古 调让你的白色M流了 还是旁边是纯新的 这个我们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所以说喜欢的话 不要错过 虽然也是有线 这个 尤其是S的数量是比较少 如果没有记错 白色的S是很少的 三到四件里的 这个是 三个色 谁要穿起来比较复古的话 可以考虑带走这个焦糖色 OK 面料是全新的面料啊 这个面料之前是没有过 所以它面料是有微微的糖 它不是那种衬衫 它不是那种衬衫的面料 它不是那种面料 来我身上这个焦糖色 如果相比之下 如果你要比较特殊的颜色 也会是这个焦糖色 OK Cost JTE 54 价钱是69 价钱是69 只要复古 可以带走我身上这个焦糖色 非常好看的颜色 对 比较特殊的颜色 所以说你要比较 就是说跟以往不一样的 稍微是比较显眼 然后是稍微带点 带走主播身上这个焦糖色 其实你不答应啊 它一样是好看的 尤其是如果你称短婚的 你不答应的话 一样是好看 因为它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曲线 可是如果你上班了 穿的话 我们就建议你到 腰间它材点是直筒 可以直筒 直筒它消入 就是说地面一点点 OK 我身上这个焦糖色 从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OK 后面是这样子 它刺绣的部分 是在袖子这边 一样是有 袖子前面 OK 前面 前面的扭扣是开到这一边的 就对了 OK 来 我就换蓝色给你们看 这一次蓝色呢 我就蹭回牛仔铺给你们看啊 啊 Jenny的是白色M牛了 所以说下到JT154的 如果你们是卡码 记得必须拿大不可以拿小 因为它是前面扭扣 再加上它就是说 面料方面它只是一个微弹 所以卡码一定要拿大不可以拿小 好 所以深蓝 除了如果你想穿显瘦 我穿显瘦趁牛仔 除了白色的话 你可以考虑带着我这个深蓝色 趁牛仔一样是好看的 它不是黑啊 它是深蓝色 所以说显瘦的颜色就是这个啊 深蓝色 对了 三个色 应该这么说了 焦糖色和深蓝色 它那个Umbordory的部分 的那个颜色是 呃 patch color这样子 它是像patch color这样子 呃 蓝和焦糖色的那个Umbordory的part 是呃 patch color 然后只有白色啊 它这些Umbordory的那个颜色是蓝色 OK 可是JT154 价钱值是69 OK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XL 白色 焦糖色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深蓝色 OK 跟着助理的纸马下单 这一件是穿M 然后我一样是穿得到S的 上衣的长度是够长给你们带 你上班休闲都可以派上用场的就 对 还是上班你们搭一些比较包吞款式的半腿点 非常好看 OK 不要通过这一件啊 款式是纯新的 这个款强烈推荐的是白色 OK 白色一定要带走啊 喜欢这个款式的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现在这个款是牛仔上衣啊 上衣卡外套啊 两件